第十八章 自我認定,拓展自我的關鍵 這整本書我跟各位所探討的,就是有關信念對我們所造成的衝擊,它是主宰系統的重要一環,深深影響著我們所作的每一個信念。 信念乃是如先的結論,從而主宰了我們一切的感受和行動,即使如此,不同層次的信念對人生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衝擊。 譬如說有些信念是很特定的,例如你對某位特殊朋友抱著什麼樣的信念,他的所造所為就會決定你對他有什麼樣的看法,就像是你一直認為他是個好好先生,哪怕有一天他發了個大脾氣,你也不會認為他有什麼不對,因為你所持的信念。 信念影響了對他的認知,可視者卻無法影響你對其他人相同行為的認知。 像這樣的信念,只影響你人生的某個特定範圍,你與這位朋友之間的關係。 然而有些信念大給我們人生的影響卻是全面面久遠的,像這種信念我稱之為普及性信念, 譬如說我仍對苟性的普遍看法,他不僅決定了我們的代友之道,連對其他的陌生人也是一視同人。 像這樣的信念會深深影響著你的事業,婚姻及其他各種人際關係。 此外,正對於有限與無限的普遍看法,也會決定你在時間、精神、金錢這方面的使用。 例如若是你認為這個世界的資源有限,金錢有限,時間有限,愛心也有限,那麼自己就會生活得介慎恐懼,為恐有一天用得超之。 這種資源有限的信念,會深深影響你對鄰居,同時,財力及機會的各樣看法。 普及性信念對我們的人生固然有滿大的影響,可是影響我們認知最大的卻是哪些最根本的信念,他們一直控制著我們人生的重大決定,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他們涉及了我們的自我認定,也就是對自我身份的認定。 能不能完成一件事,是不是能做出點成績,事實上這根我們實際擁有的能力並無多大關係,而真正有關係的是,我們對自己到底是怎麽個認定法。 什麼是自我認定呢?那就是心中相信對自我所設下的定義,也就是這個定義使得我們跟其他人不同,不管這個定義下得好或是不好,甚至於根本就無所謂,就是對這份自我的定義太堅信了, 以至於我們給自己的人生畫下了疆戒,設下了障礙。 我們每個人的能力都是一定的,然而能用出去多少,就全看我們對自我是怎麽認定的。 例如說,如果你認定自己是一個有能力,有才華的人,那麽就會發揮出符合你這樣認定的一切天父,同理,不管你認定自己是個窩囊廢或瘋子,還是認定為是個贏家,或瘋雲人物,這都會馬上影響你對自己能力的之取。 或許你曾看過這本名叫,課堂上的皮甲梅利勇,一說,他詳盡地述說一群學生因為領悟出自己所擁有的天分,在很短時間內就有驚人的成績表現。 研究學習成效的專家經常發現這一點,教師對於學生抱持什麽樣的看法,會深深影響學生們對自我認定的形成過程,從而左右了他們所發揮出來的能力。 有一項研究計劃是這麽做的,研究物件是一群教師,他們被告知新教的班級中有那幾位學生是之優生,如何使這些學生在學業上有傑出表現,乃是這些教師們的重要任務。 正如這計劃所預期的,那幾位學生日後學業的表現果然都明列前茅,事實上他們的智商都只在一般水準,有幾位甚至還在中下程度。 但這個計劃刻意認定他們是之優生,故意造成那些教師的錯覺,結果反而使那些教師真把這群學生教出了結出成就。 這個道理並不局限於上述這個例子,事實上他也適用於其他人們,別人怎樣看我們往往就主宰了他們怎樣待我們,卻不管我們是不是如他所認為的那樣。 譬如說,如果某個人認為你是個騙子,即使你是個老實人,也從來沒做過什麼壞事,但每當你做什麼事,他就會以懷疑的眼光看你,認為你背後有不良的企圖。 尤其讓人遺憾的是,不管我們做得再好,卻常常改不調別人為我們所設定的角色,以為自己就是如他們所認為的那樣。 在此我要請各位記住,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無窮的能力,只要我們能夠改變對自我的認定就成了。 在第四章我曾跟各位提到馬話,波林斯這個人物,他扭轉了那些孩子們的信念,認為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擁有相同的智慧和天賦,從而作為自己人生的主人。 他只能把那些孩子教育得那麼成功,所憑植的就是這個道理。 為人常在末世後,公職方為人們所懷念。 愛脈生我們常常會一美地認定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卻無視於這樣的認定是否正確,也就是因為這樣死命的認定,卻大大地影響了我們的人生。 恨諸我們整個人生,便會發現許多時候我們所遭受的痛苦是因為未能堅持,然而也就因為能夠堅持到底,往往就得到許多快樂。 各位不妨想一想,對於那些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的人,我們給他貼上的是什麼樣的標籤,是偽君子,是變色龍,是長頭草,這種人沒有原則,沒有立場,不能夠信賴,也不值得信賴。 像這樣的標籤你希望被別人貼在身上嗎?你希望自己就是這樣的人嗎?我相信各位的答案絕對是不。 然而當我們堅持所相信的,特別是在公開場合表明立場,你是怎麼想,將要怎麼做,那麼這會鞭策你,督促你,使你無視於個人的利害,而不敢須勇亡卻對他人所許下的承諾。 相反地,當你能夠堅持原則,把穩立場,信守承諾,那麼就會有許多的好處等著你。 對這樣的人我們是怎麼形容的,各位可知道嗎?是忠誠可靠的,是足以信賴的,是可以託付的,你希望大家用這樣的標籤來形容你嗎?你希望自己是這樣的人嗎?我相信大部分人的答案是肯定的。 當你能夠表你一致,始終如一,那麼就能得著所期望的快樂,被害所不欲的痛苦了。 前面曾說到皮甲梅利因效應,他對我們能產生積極的作用,相對地也會產生消極的作用。 譬如說你堅決相信自己的腦袋不靈光,那麼這個信念就真的控制了你的腦子,使他無法靈光起來。 這根學習的方式不對而至學不好是不同的,因為當有了好的老師在一旁指點,學習的成效便能狠快地增進。 大多數人認為改變學習方式並不是件難事,可視對於改變自己,改變認定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卻認為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這也就是何以我們會常聽到人們這魔說,我就是這個個性,改不掉了,人生若是抱持這種態度,根本就是在握殺可能的機會,從而給自己留下永久而無可改變的問題。 一個人吸毒,但若有決心想戒,那麼就可能戒除,這雖然做起來不易,可是當他戒除之後,從此就不大可能再犯。 相反地,若是哪個人認為自己已經無可救藥,那麼就算是被強制戒除,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後他依然會再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原因就在於後者已認定自己改不掉這個毒癮。 各位若不見忘的話,在第四章裡我們曾說過,一個人一旦相信了什麼,就會看不見跟他相反的,哪怕證據確作也不信,甚至還會為這個信念而拼命。 尚述這個例子女的人,就因為不相信自己能夠永久脫離毒品的協制,所以就永遠成為毒品的禁。 事實上,他知吸食毒品乃是下意識的決定,結果自己不但不敢面對事實,反倒推毀以無法自拔。 當他認定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那麼在其神經系統中就會建構起這樣的神經鏈,從而控制住他的行為,會使他一在地中濤吸毒的覆轍。 何以會這樣呢?因為大部分人對於自己所不熟悉的都會心存恐懼,也因此時時刻刻在尋求一種確定感,當他一覺得有任何不確定感,內心就隱然產生痛苦。 一件熟悉的事就算是明知會有痛苦,我們也能夠忍受,但卻很難去面對陌生的事。 無情的事,當前這個世界變化得極快,不論我們所面對的是人、工作、環境或資訊、信息之間他就會成為陌生,所以我們若不是尚有那份對自我的確定感,就真不知道要怎麼去面對這個世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你不清楚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在面對問題時會作出何種決定,你會如何建構出自己的價值體系,信念或心則呢? 你是怎麼來判斷對錯好壞或根本不去理睬,當一個人自認為是個無藥可救的吸毒者,要想救他的最大困難時,到底要把他的自我認定改變成什麼樣子,是改變成戒毒者嗎? 這魔造並不能改變他的自我認定,只不過呈現出他後來的狀況而異。 是不再吸毒嗎?這也無際於是,因爲那只能治標,日後很可能老毛病再犯。 然而當他重新認定自己,譬如說是個基督教徒,會教徒,猶太教徒或佛教徒,甚至於是個領袖人物,不管是什麼,只要不跟獨,有關,那麼他的行為就會跟著改變。 當我們對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有了新的看法,我們的行為就會跟著改變,為的是支援這個新的身份。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一位體重超重的人,當他認定自己是個大伴子,自然就想努力節食。 短期間內他可能會減掉一些體重,可視由於他這個大伴子的認定,卻會引導著他的行為,最後他又會恢復先前的體重,之所以會如此,乃是要跟他的自我認定相符合。 人生實在是奇妙,不管我們是怎麼地認定自己,哪怕哪種認定是不好的或有害的,最終我們的人必然會跟著哪種認定走。 所以,我們若是想真正地有所改變,唯一之徒就是對自我重新認定,就像上述例子的那位級讀者,他不能一直認為我是個介讀者,而要改為我是個健康人或是我是個自由人。 不管你要怎麼認定自己,反正就是不要跟毒品且在一塊兒。 日後當再有毒品來有或他是,他的直覺反應就不掩視到底該不該吸毒,而是很單純,很直接了當的回答,我才不是哪個吸毒的人,他早已死了。 就像體重超重的人,他必須把他的自我認定從大半子轉換為活力充沛且健康的運動員。 這個新的認定能改變他的行為,不管是飲食方面或是運動方面,目的都在於造成身材上的長期改變,好與他的新身份相配。 乍漢之下,這種轉變好象是在玩弄文字遊戲,然而不容偉然地,他對人本質上的改變還真是奧妙。 事實上,只要對自我認定有一丁點的改變,你整個主宰系統就會相對跟著改變,若是不相信的話,我們就再拿哪個吸毒者的例子來談一談。 他之所以會去吸毒,不用說一定是算念跟一般人大不相同。 這包括他長期的感受,提問自己的問題,引導他行為的價值觀,支持他信念的心泛。 因為一般人對自我認定多是一些正常的角色,例如一位運動員,一位教師,一位義工或一位情人,不是嗎? 上述影響自我認定的因素,並不是都有完全的效果,不過其中幾樣倒還真能把主宰系統全然改觀。 如果你在生活中一直嘗試作某些特別的改變,可視卻一再地失敗,不用說一定是你所希望的改變跟你的自我認定不符所致。 自我認定可以從,再嘗試改變著手,只要你能表理如一,最後就終必能夠成功。 如果你還有心更可以去擴展這個自我認定,它必然可以迅速且其真意保渺地改善你的人生品質。 自我認定是如何形成的? 自我認定的威力,不僅能夠立即改變長久所持的信念和價值觀,事時也能夠瞬間改變行為。 我之所以跟各位講述這些,目的在於明各位了解何以你會有目前這樣的自我定,而要想改變或拓展成怎麼去做,使你的人生在短短時間內可以展現身貌。 同時不妨想一想自己,你對自我的認定是經過仔細的考慮或只是聽別人之言,是曾受到重大事件的影響, 或是糊塗糊塗地接受的,是那些一直保持的行為,主宰了你目前對自己的認定。 你願不願意幫助一個陌生人而忍受抽取骨髓之痛。 大部分人對此都會大聲地拒絕,不過在1970年一項研究顯示,如果憑著信念的改變而改換成新的自我認定,那麼許多人都願意慷慨地接受這項手術。 研究也顯示出,那些實驗物件一開始得先作一點小小的穩諾,隨之便被要求要做兩件小事,使得他們覺得若是不幫助人就有些違反本性, 這時其中就有不少人因此產生新的自我認定,認為自己是個捐贈者,只要別人有什麼用得著他的地方,就很願意無條件地提供幫助。 一旦他們有了這個念頭,這時再要求他們捐贈骨髓,幾乎每個人都因然答應,不管是得付出時間,金錢或得忍受有關的痛苦,這全是受他們新的自我認定所影響,因為此時他們以把自己視為是一位捐贈者了。 由此可見,世間上能主宰人類行為最有力的工具莫過於自我認定了。 或許你會問,自我認定不是受限於個人的經驗嗎? 不對,它並不受限於個人的經驗。 但卻受限於對個人經驗的詮釋,你要怎麼來認定自己是取決於你的決定? 到底你想把什麼套在自己的身上,你給自己貼上什麼樣的標籤? 你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你怎麼去認定自己,你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 最大的痛苦,自我認定危機之原因 按理來說,有什麼樣的自我認定就該有什麼樣的行為,但是當一個人的行為跟其自我認定不相符時,我們常會用自我認定危機這個字眼來形容這種現象。 當一個人身上出現了自我認定危機時,當時就不知道該怎麼去走人生的下一步,從而則而起先前的信念是不是錯了,否則為什麼所做的一切事都失去了準頭, 這使得它越想越害怕,而越害怕就越痛苦。 很多人到了中年就會出現這種狀況,對於未來無所適從, 旺旺不可終日,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年危機。 會出現這種狀況的,那半是那些明明以界中年卻還認定自己年輕的人,可視是實上他們的年齡數字擺在哪兒,頭髮開始花白,周遭朋友的話題不離中年,這一切都不是他們所落見的,可視卻又不能不去面對。 為了繼續維持著先前的年輕人認定,他們想盡辦法來證明自己年輕,買時無的跑車,不時變換流行的髮型,跟配嘔吵分辨,跳躁換工作等等。 如果這些人能夠呈現出真實的自我,那麼又怎會遭逢這樣的危機呢?我相信那必不可能。 自我認定要是只想跟年齡或外貌且想關係,那麼就一定會給自己帶來痛苦,因為那兩樣會隨著歲月改變的,然而如果把自我認定的範圍擴大,那麼就很難出現自我認定上的危機。 別以為自我認定危機只適用於人,他也同棒適用於企業。 多年前,影印葉龍頭腦帶全綠公司就遭逢過一次企業形象轉換的危機,當時正直個人電腦開始斬路頭角,隱然有電腦業未來主流之勢。 全綠企圖欠其優異的科技力量,打入這個極為看好的市場,因而投下了近20億美元的研發費用,發明出一些創新產品,其中就包括了我們目前都熟知的滑鼠前身。 雖然全綠有這些做人的成績,可是為什麼日後卻無法跟蘋果電腦或IBM公司競爭呢? 主要的原因是,從一開始踏進這個市場,全綠就沒清楚認定自己的角色,就以他們拿來代表自己的圖像,一個圓滾滾的僧侶,就限制了他們在這個先端科技行業中發展的能力。 雖然全綠影印出來的東西幾可亂真,可視者並不表示也有能力踏人高科技,特別是極為講求執行速度的電腦製造業。 就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全綠早已擁有世界第一流影印機的形象,但要論及在電腦界也同樣稱紅,實在說,消費者並沒有多大信心。 當把全綠的圖像和顧客認定其不具備快速處理資訊的印象合起來,各位就會明廠全綠在電腦業不成功的原因所在廠。 行銷專家和圖像設計專家都認為,企業的識別圖像有如一個大篩檢情色,透過這個圖像,消費者表達出了購買的信息。 他們想知道這是個什麼樣的企業,這個企業代表了什麼,當花了大筆錢買了東西,他們希望知道是跟什麼樣的企業打交道。 當全綠將電腦製造融入其自我認定之際,其他電腦製造廠家卻往前疾持,迅速搶走廠大片市場。 最後,全綠決定還是維持舊有的自我認定,不過卻另加利用,那就是將影印機進行電腦化,把研發經費投注於百多專精的領域。 今天,全綠已退變後的新形象出現在大家的面前,電視廣告上快速移動的畫面, 繪圖機、硬體、軟體、通訊網絡,最後以全綠,當公司作為介紹全綠的結語。 這個擴大的自我認定,調整了全綠內部的企業文化,從而找出各種機會並佔有更大的市場。 Crisis 的中文是危機,他具有雙重意思一是危險,一是機會。 約翰,金乃迪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要他改變某些行為並不是見多困難的事,然而要他改變自我認定就不簡單了,甚至於還會招來他的敵意。 一個人最根本的信念就是對自我的認定,而其被觸犯乃是最無法忍受的痛苦,有些人就因為堅守對自我的認定,甚而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19世紀法國大文豪與果在他那本名著《悲慘世界》中,以狠戲劇化的手法掃說了這個道理。 19世紀法國大文豪與果在他那本名著《悲慘世界》中,以狠戲劇化的家人,結果被捕而判了幾年的勞動改造。 19世紀法國大文豪在此期間他須是復刑,可視心裡並不接受警方家在他頭上賊這個罪名,因為他是不得以財去偷竊的。 19世紀法國大文豪當他刑滿出獄時,四孤芒然而不知何去何從,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下等工作,卻不時得忍受周遭之人的歧視和斥責,只因為他有犯罪的前科。 19世紀法國大文豪在走投無路的狀況下,最後他認命地接受了社會硬家在他頭上的標籤,既然大家都把他當成個賊,那麼他就去作個賊。 19世紀法國大文豪有一次他機寒交逼,結果碰到一位好心的神父收容,不但給他吃的,還讓他在那裡住宿一晚。 19世紀法國大文豪因為他自認為是個賊,所以偷了神父家中一組貴蟲的銀器,然後摸黑不告而別。 19世紀法國大文豪未想到在路上遇到原警的盤查,發現他不但凡有前科,同時背代女竟然還有神父的貴蟲財物, 這要是被查出來是偷竊的話,必然會被判刑終身勞動改造。 19世紀法國大文豪除之他被原警帶回到神父那女對質,但神父堅稱那些銀器是宋給染亚洋的,同時還說他流掉了一對銀燭台沒帶走。 19世紀法國大文豪讓神父竟然會這魔說,待原警離去後,更讓他驚訝的是神父不但沒追究,反而讓他帶走這聲銀器,好從身作人。 19世紀法國大文豪讓神父迷惑了,不解為何神父會相信他改邪歸正。 19世紀法國大文豪為什麽不乾脆把他掃之於法,他只記得神父說他們是弟兄,他從此不再為罪所怯,是個規規矩矩矩的人,更是上帝的孩子。 19世紀法國大文豪為神父這番話對染亚洋產生懇大的衝擊,一下子扭轉了他先前的自我認定,隨之他施掉了復營的證明當。 19世紀法國大文豪,遷移到另外一個城市,重新作人。 19世紀法國大文豪,當他換了新的自我認定,整個行為也跟著改變,熱心公益,很快地變成為當地的知名人物。 19世紀法國大文豪,現而有一位名叫沙威的警探卻不相信染亚洋,始終死定著他並想把他醒之於法。 19世紀法國大文豪,當沙威被革命分子走著,交給染亚洋處置時,他本有機會把沙威解決掉,可視卻寬宏大量地揚了沙威的命。 19世紀法國大文豪,當沙威在過去這些年女一心想緝拿染亚洋,沒想到最後才發現他是個好人,或許給自己還要好,這下沙威才發現真正的壞人是自己,因為他一直在迫害染亚洋這個好人。 19世紀法國大文豪,在無法面對自己的身面貌情況下,最後沙威還身跳進洶湧的塞納何女自盡了。 19世紀法國大文豪,他最苦惱的便是沒有了方向感,覺得自己像是失了根的浮平。 19世紀法國大文豪,多可怕的一件事。 19世紀法國大文豪,卻不知道自己的路在那裡,最後只有退了回來。 19世紀法國大文豪,如果,擇字,悲慘世界,然而,到底你是怎樣一個人? 19世紀法國大文豪,要是你不先給自我作好認定,那麼要談下去就不容易了。 19世紀法國大文豪,因此,再者女就讓我們來作過你是誰的自我認定,到底你是怎樣一個人? 19世紀法國大文豪,要來認定自我可說有好多種方法。 19世紀法國大文豪,一種是從情緒方面來說,我是個情人,我心裡很平安,我很緊張。 19世紀法國大文豪,一種是從職業來說,我是個律師,我是個醫生, 19世紀法國大文豪,一種是從職業來說,我是個經理,我是科長,我是領班,一種是從收入來說。 19世紀法國大文豪,一種是從各式來說。 19世紀法國大文豪,一種是從行為來說。 我是个赌徒,一种是从财物的拥有来说 我是两VNIW的车主,一种是从隐喻来说 我是个快乐天使,我是个依人小鸟 一种是从对外的反应来说 我是个无用的人,我是个特殊的人 一种是从宗教信仰来说 我是个犹太教徒,一种是从容貌来说 我很漂亮,我很丑,我很老 一种是从个人成就来说 我是1960年春田谷高校的才艺小姐 一种是从过去经历来说 我是个失败者 甚至于还可以从我不是的角度来说 我不是个叛徒而废的人 我们周围朋友或同财的自我认定 但对我们的自我认定也有很大的影响 你是已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作为认定的标准呢? 十年前我的人生一点都不怎样 但是当时我就想着要有个什么样的未来 这些年来我一直抱着这个念头并拿出积极的行动 一点都没担然 今天的我正是当年我所期望的未来的我 当你回答到底我是怎样一个人这个问题时 一定要记得让自己处在轻松 好奇和踏实的心情之下 因为分神是无法让你得到所需要的答案 随之你便来个深呼吸 好好地放松心情 一点都不想那些会让你害怕 粗心的事 带着好奇心来探讨自己是怎样一个人 但可别一心稀奇想找到万无一塞 或别数一格的答案 你只要以平常心来问问自己 到底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想到任何答案就写下来 然后再一次地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要每问自己一次 就写下所想到的答案 不管哪个答案是什么 就这么样一步步深入探索下去 一直到你找到自认为最符合的答案为止 你是怎么样来认定自己的呢 真实的你拥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你是用什么样的隐喻来形容自己的呢 你在人生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探索这个问题时 如果你欠缺一份踏实感和好奇心 那么就很难得到正确的踏载 因为恐惧和犹豫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事实上当你跟一个心理没作好准备的人 劈头就问这句话 到底你是怎样一个人 往往对方会有下述二种反应 一 这个问题会使许多人如同仗义和想 摸不着头脑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该怎么回答 二 随便的一个答案 患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就直接了当地这么回答 我就是我 患有其他的不成 经常我会发现有些人在被问起一个问题时 特别是具有情绪性的问题 他在回答之前多半心里会先自问这两个问题 第一 他心里会这么想 这个问题我能够回答吗 如果他不确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就会说 我不知道 或者就是随便给你一个答案 因为有时候人们对自己并不真正清楚 却又为恐被别人知道 第二 他心里会这样想 这里面玩什么把戏 我如果回答了 对我个人会有什么好处 让我回答你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确实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只要你花点脑筋好好地想一想 就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过你得相信自己 这样答案才能像流水般地顺利涌出 然后你要把他们写下来 第二个问题是 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好处是你马上就能得到改变自己行为的能力 如果你肯花时间 情绪也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得到一个跟你本人完全相符的答案 而这也是我在此由冲的心愿 我思 帮我在 帝卡尔现在请你花点时间好好回答 这个到底我是怎样一个人的问题 多少个世代以来的哲学家 从二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到近代的沙特 他们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请你让心情平静下来 带着好其心 深深地吸一口气 然后慢慢地呼出来 对自己问道 到底我是怎样一个人 为了帮助你为自己定位 请别忘了这一点 自我认定只不过是要你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你无需去跟别人比或要跟别人一样 下面有几个练习 相信你会喜欢的 一 如果你去查字典找自己的名字 请问他有几个解释 是只有短短的三个字 亦或是如是斯斯般的一页又一页 现在请你把字典里的解释写在下面 多花点心思写下一切可能的解释 如果做完了 就请接下去做第二个练习 二 如果要你设计一张身份证 足以代表真正的你 请问你会把什么资料列在上面 会把什么资料省去不捨 是否上面要附一张照片 要不要加上一些重要资料 你的身高 体重 个人成就 情绪 信念 志愿 再又明 能力 你要多花些时间在这上面 尽可能让人家认识你的真正面目 现在请看看你所写下的 你是怎么来描述自己的 本质上来说 这就是你的人生故事 你对这个有什么感觉 我希望此刻你能花点时间 带着无比的感情 好好欣赏一下你自己 如果你发现你的自我认定 吸你带来痛苦 那么记住 任何的自我认定都只不过是你自己要 那么认定的 只要你想改 就可以马上改过来 因为任何时刻你都拥有改变的力量 事实上 当你明白自我认定的演变过程 那么就有机会去拓展你的自我认定 乃至整个人生 自我认定的演变 我有个女性朋友名叫代博拉 大家都知道她活力充沛 热爱冒险 最近她告诉我一个故事 是关于她自我认定的转变 她说 打从我小时候起 就一直是个胆小鬼 我不敢作任何运动 凡事可能受伤的活动 我一概不碰 在参加过几次我的研讨会后 她有了一些新的运动经验 潜水 赤足过火和高空跳散 从而知道自己是实上可以做到一些事 只要有一些压力即可 虽然她是这魔想 可是这些心泛还不足以使她形成有力的信念 改变她先前的自我认定 顶多她自认为是个有勇气高空跳散的胆小鬼 依她的说法 当时转变还没发生 可是她有所不知 事实上转变已经开始 她说其他的人都很羡慕她那些表现 告诉她 我真希望也能有你那样的胆子 敢尝试这魔多的冒险活动 一开始她对大家夸张的话的确很高兴 听得了之后她便不得不质而起来 是不是以前错估了自己 最后 代博拉说道 我开始把痛苦跟胆小鬼的想法连在一块儿 因为我清楚知道胆小鬼的信念使我设限 从而我决心不再把自己想成是个胆小鬼 事情并不是这魔说说变完了 事实上她的内心有很强烈的争战 一方是她那些朋友对她的看法 一方是她对自己的认定 两方并不相符 后来又有一次要高空跳散 她把她当成是改变自我认定的机会 要从我可能变成我能够 而让想冒险的企图 从而扩大为感于冒险的信念 当飞机攀升到12,500英尺的高空时 代博拉望着那些没什么跳散经验的队友 多数人都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恐惧 但故意装作兴致很高的样子 她告诉自己 她们现在的样子正是过去的我 而此刻我已不属于她们那一群 今天我可要好好地玩一玩 她运用了她们的恐惧 来强化出她希望变成的新角色 她心里说道 那就是我过去的反应 随之她狠惊讶地发现自己 刚刚以力经了重大的转变 她不再是个胆小鬼 而成为一个感冒险 有能力 正要去享受人生的旅行 她是第一位跳出飞机的队员 下降时她一路兴奋地高声狂呼 似乎这辈子就从没有过这摩有活力和兴奋 她之所以能够夸出自我切限的那一步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她一下子 采取了新的自我认定 从而打自心底想好好表现 以作为其他跳散者的好榜样 后来她告诉我 汤尼 就跟你研讨会中所教的一样 如果你光会要我们打破恐惧和自我切限 结果自肩己却不敢争的赤脚过火 那么你所教的那一套对我们是不管用的 你怎么说就得怎么做才行 他只能够转变成功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最后的杠杆 他自我认定的演变虽然很简单 可视却十分有效 他新的自我认定后来不但影响了孩子 丈夫甚至影响到他所涉及的每一样事情 如今已成为一位真正感于冒险的领导者 当然 我们永远可以重新来认定自我 各位不妨想想而同内心里丰富的想武力 前一天他可能是扶约祭贫的蒙面合阻落 后一天就可能变成希联神话里的大历士海黑历士 到了今天很可能他已成为一位老祖父 是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英雄 自我认定的转换很可能是人生中最有趣 最神奇和最自在的经验 这也就是何以有那么多成人会一整年都盼望着万圣节或新欧良史的狂欢节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两个节兴能使他们走出自我 而改换成期望的另外一个自我 这个暂时的自我可能会让他们有勇气去做那些平常不敢做的事 而那些是他们一直想做却不敢做 乃是因为那根他们平日的自我认定不相符所致 事实上那些是我们可以在一年的任何一天去做 只要我们能重新认定自我 或者纯粹就是让直实的自我释放出来 那就有如斯文的克拉克 肯特脱下了眼颈和西装 要身一变就成了无的超人 谁能知道 当我们换了个自我认定 很可能就此超越了过去及现在所贴在身上的一切标签 重新改造你自己的力量就是现在 让我们来拓展自己的人生罢 如果你不满意目前的自己 那么就动手改变罢 你可以从采取下述四个步骤开始 重新改造你自己 一 你希望的自我认定中要包括那些条件 请把他们写下来 随着一面写 你一面得显示出要改变自己的决心 到底有哪些人的身上拥有这些条件呢 他们是不是你可以效法的榜样呢 你不妨亦想着自己以容人了 这个身的自我认定里 他该是怎样的呼吸方式 怎样的走路方式 怎样的说话 怎样的思考 怎样的感受 二 如果你确实想托展自己的自我认定和人生 那么从此刻开始 你就得下定决心想成为什么样子 你的心态要重回到孩童时代 对未来满怀憧憬地写下上述角色所必须具备的各样特质 三 现在请列出你的行动方案 好使你能够跟这个身的人生角色确实相符 在谋或这个方案时 你得特别留意要结交什么样的朋友 要让他们能强化而不是弱化你的自我认定 看见一个人能拓展他的自我认定 这实在事件在愉快不过的事了 这些年来我最恩惠的事情之一 就是亲根目睹我那长子太勒的蜕变 从一笑不通地跟着我学驾驶直升机 到成为一位熟手 更进而成为一位直升机职业驾驶 当他发现自己已成为少数的实干者之一 可以自由地傲长于蓝天之上 而不像大多数空谈者光是在作者些美梦 各位可知道者对他的自我观会有多大的影响 四 最后一步是你得把身的自我认定尽可能 每一天你都得以这个新标签来好好提醒自己 日久他就会把你调整成这个标签的样子 你未来的自我认定就算是做完了这个练习 你还得继续地改造你的自我认定 不断地去拓展 使他能更上一层流 我们这个世界是始终不停地在变动 如果你想过更好品质的生活 那么就得不断地拓展你的自我认定 你必须时时留意会影响自我认定的各样事物 看看他们是使你增强还是使你削弱 尤其重要的是你得能够全盘掌控才行 否则就又重偷过去的覆车 在此我倒想知道一件事 此刻的你是否还是当初拿起这本书时的你 我就一直不停地改造自己 也因此经常有人会觉得好奇 为何我会有那么大的自信去尝试各样的新事物 人们时常会问我 你是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多别人帮不到的事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 我看事情的角度跟大部分的人不相同 大部分人多等到有了自信才开始行动 而我是一开始便逼着自己要有信心 这样可以使我内心督定 随之能力便跟着出来 这也就是为何我过去的心泛无法限制我的自我认定 如果你问到 今天的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也许明天我又变了 我或许会说我是个机会创造者 乐趣探索者 成长推动者 人们指引者 热情制造者 但绝不是一个激励家 全教士或领航者 我是美国人们心理的专家之一 是一个教练 一位企业家 一名丈夫 一个朋友 一位情人 一名父亲 一个艺人 一位原电视名人 一名唱销书作者 一个著名的演说家 一位黑大高手 一名直升机驾驶 一个国际生意人 一位健康咨询顾问 一名流浪者协会的义工 一个慈善家 一位教师 一名挑战者 一个安慰人心的人 一位推动善行的人 同时也是个外玩 好动和谦逊的家伙 我一直看宠身上那些贵重的部分 而把那些不完美之处当成是成长的机会 绝不是性格上的瑕疵 我们都应该托展对自我的认定 不要让贴在身上的标签成为个人发展的限制 而是发展的起点 凡事在现有认定基础上所加上去的 我们都要有实现的决心 并且相信他们都会成为事实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由于我一心托展欣赏人生白贷的能力 因而变一直找机会追求特殊的心分 数年前我一时起疑 去参观了位于纽约贝尔佛医院的太平间 那次经验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冲击 当到达医院时 我有一位名叫佛瑞德科文的医生朋友 负责接待 他正是那间医院的首席心理学家 他曾对我说 如果要想了解生命 就得先去了解死亡 内人贝奇和我怀着好奇 但不懂的心情 进了他的办公室 等坐定后 他便告解说 在观看过程中我们千万别说话 有什么问题等结束后再提出来 不知道会看见什么状况 我和内人有点紧张地 以后随陀佛瑞德走下楼梯 进人了无人认领的停尸间 其中大部分的死尸是流浪街头的贫民 当他拉出一个装尸体的金属盒 打开尸代时 我的身子不较冷抽了一下 这女躺着一个人 可视我一时却觉得空空然也 贝奇也吓了一跳 以为自己看见尸体突然动了一下 随之佛瑞德指出贝奇 这个反应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很难接受一个 不会动且没有生命迹象的人体 随着佛瑞德打开一个又一个金属盒 相同的感觉一在地冲击着我 里面都是空空然也 虽然肉体在 可视人却不在了 这些人死去都不久 看重根生前没什么两样 不管他们活着时是什么 本质上真正的他们 此刻驱已不在 我们这个人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肉体 当人死了 留下的是具肉体 跟着去的是哪些看 不见且没有重量的自我认定 有些人称其为灵魂 同样地 我们也要记住这一点 当我们活着时 我们这个人也并不等于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现在的行为 日后若是你再说出我永远没办法或我就是不幸 这样的话是好好想一想你说这话的后果 你是不是给自我设限了呢 如果是的话 那么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托展自我 别光想你没法做那件事 而要想我能做好那件事 然后拿出行动 使之成为你身的心犯 日后当你再想到自己不幸时 这个心犯可使你感到督定 知道自己的能力远超过所想 你要学会开始自问 我能超越得更多吗 我会超越得更多吗 此刻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固然 我们周遭的环境不会尽于人意 可是你要排除万难 全力实现所持守的价值和所作的美梦 在你的心里要这摩想 我要一直想着自己就像是已经达成目标的人 不管是呼吸方式 走路方式及待人方式都要相符 如果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得下决心作出那种人的思考 感觉及行为 最后你就真的能成为那样的人 此刻你已经来到了了十字路口 一个关系你人生的重要关头 你必须作出重大的决定 过去的就别再想了 只要想想现在的你 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过去你是什么样的人已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现在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要好好思索这个问题 让它成为扭转你人生的重要决定 我们探讨主宰系统到此即将告一段落 你得记住这一点 要想改变你的人生 你无需改变在这里所谈的一切 只要改变五大算念要数其中的一项 你整个人生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例如说 你只要改变习惯性的提问问题方式 那就能转移你的意志 进而就改变你的人生 又如你改变自己的价值体系 那么人生方向也就马上改变 若是你能保持着振奋 积极的形器 你的想法和感受也会不一样 你也可以单单改变你的自我认定 或者改变你的某些信念 你更可以增加一些心分 用以作为支持你身的经验 上述方法对于你的改变都有帮助 不过其中最有效的莫过于 托展你的自我认定 在你开始进行自我改造 重新给自己认定的过程中 我相信你会不时地温习这本书里所说的 在此我给你一个建议 不要太严肃 要保持轻松 让冒险大给你不断拓展的愉悦 使你有生之年的每一个日子 每一天我会给你一项小小的练习 让你运用到前面所学的 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让你验证所学到的方法或工具是否管用 现在就让我们展开七天的 给你一项小小的练习